欢迎来到风铃漫谈 这里是思想交汇的港湾 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 请不吝点击订阅按钮 加入我们的探索之旅 一个正常的社会 必须是一个能够容纳各种思想 背景和观念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 人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平等和尊重 从而放飞思想 释放出个人的潜能 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创新 然而容人益处 正是当下国人缺少的东西 去年九月份 中国南方一节行进中的火车车厢里 一百领男子与林作聊天 说自己不喜欢华为手机 而更喜欢用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怎么怎么好 他的话被同一车厢 其他人听到了 其中有五六个 是一起出去打工的老乡 他们中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姐带头喊 我就是不允许你说我们中国不行 说我们中国不行 你就滚出我们中国 这位大姐仗着自己人多 上前快速出手 单手锁喉 将男子按在车厢墙上摩擦 此时此刻 车厢里惊人响起一片叫好声 要不是列车上的警察及时赶到 那位白领男子被那帮人打死 也有可能 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视频 我就是中国人 我就是不认为你 你就是个铁狗 你就是一个铁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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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你就回错 我们中国 你在这里坐了多久了 我们能听到最严的 我当时你不知道我 你再买铁 再买铁 你再买铁 把他告诉我们道歉 谁道歉啊 你啊 你想干嘛呀 道歉 把他告诉我们道歉 来来 把他告诉我们道歉 这段视频被人传上网后 下面评论区 一片对那位大姐的赞扬之声 郑能亮给大姐点赞 干得好 对美国铁狗就是要这样 大姐鹦鹉 这让人想起 2012年9月15日下午 西安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天 李建立开着一辆 丰田卡罗拉牌轿车 车上载着妻子王菊玲 儿子和儿媳 车开到大街 他们被一帮小粉红堵在路上 一群年轻人向他们走来 日系车 队伍中有人喊了一声 接着 李建立的车子就被连环砸 李建立和家人慌忙下车 这是一个赤薄微胖的男青年 手拿钢铁U行锁 把李建立的头砸开了花 鲜血直流 后被诊断为重伤四季 我们来看看这段视频 那个行凶的赤薄微胖的男青年 名叫蔡阳 是随几个河南老乡到西安打工的尼瓦将 警察后来逮捕了他 法院判他了十年徒刑 并赔偿车主李建立五十万元 小粉红的逻辑实在荒唐 谁喜欢用苹果手机 就是不爱中国 就该被当众所猴 开日本丰田汽车 就是卖国 就该被U型所砸得头破血流 法律规定 每一个公民都该有言论自由和选择商品的自由 他们没有错 退一步说 就是他们有错误 由谁来判断 由谁去执法 难道不应该由公检法去做吗 周围的人就可以动手打人吗 即使警察对待狱中罪犯 都不能随意打人 何况一个遵纪守法的自由公民 为什么这么清楚的事情 在当今中国变得不清楚了 小粉红往往是那些教育程度低的鲁莽之人 一旦披上爱国的外衣 就可以随意对他人施暴 为所欲为吗 就可以粗暴地威胁无辜者的生命吗 这不正应了那句爱国是流氓的遮羞布吗 微信群中的集体霸凌 在行走的列车上 因说喜欢用苹果手机 而被小粉红锁猴 或因开日戏车上街 被小粉红用U型锁砸破头的事情 虽有发生 但毕竟比较少 但是 在微信群 被一帮中国人集体言语霸凌的事情 却每天每时都在发生 例如 最近 我朋友在北美某大城市 一个中国家长的群中 就被一帮离岸小粉红群殴 这是一个500人的大群 进群的人都自称是学医学或学法律孩子的家长 因为孩子学了好的专业 父母也就自高自大 总认为自己了不起 平时一般都是张家长 理家短的聊 例如 晒晒自己和孩子如何如何 或做了什么饭菜 吃了什么饭店 去什么地方旅游 哪里有打折的东西卖 等等之类的炫耀和显摆 我朋友是位大学教授 平时对他们聊的东西不感兴趣 几乎不发言 那天 他转发了我的谈款大付 反思文革的油管视频链接 麻烦立马来了 网名处云的人首先发难 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头头的事 就不要在此群洗了吧 这个群不是讨论政治的 他做的事情和这个群有关系吗 请群主管理一下 不要发一些无关的东西 马上一个网名帮帮 被那帮人称为唐姐的女人发话了 政治观点很难一致 更不容易被说服 所以还是少发这类的东西 谈政治还不如八卦呢 八卦嘛 可以愉快放松 涉及前后左右的政治 很难和谐 但是涉及政治观点就不和谐了 可以专门开个政治群 网名吴明猛一三说话了 他发的视频 我看了 有很强的政治视角 请大家谨慎 我朋友正准备给他们解答 那个视频说的可是真实的历史 但是已经发布出去了 因为他已经被网名大海星辰的女群主踢出群 当初可是他邀请我朋友进群的 后来其他人实在看不下去 给我朋友截屏那帮人的继续攻击 网名JerryF说 他发了一个关于历史人物的视频 旁白有明显的政治视角 确实不应该发在群里 女群主回答说 啊 那早就应该请出去了 这时 有个网名叫小米的女人 来劲了 平时发泄无脑就算了 这个过了 有些貌似受了教育 其实一脑袋的事 其他 我也不认为他有啥想法 就是喜欢装逼 海外圈子里装逼的机会地方不多 可零件的 我已经非常克制自己不骂人了 我们文明礼貌 碰到傻缺没办法 这个叫小米的女人 很没教养 上来就抱粗口 估计是遗传来的性格 那个群的女群主说 非常感谢大家 您是我们群的救星 尤其是我们亲爱的堂姐 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想起当年华国锋 汪东兴和叶剑英 逮捕毛主席夫人江青 挽救了革命 挽救了党的样子 这不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状吗 被害者对于施暴者 产生好感和依赖性 又反过来帮助施暴者 加害其他人吗 然后 这帮人又猛骂了几天 这些人 身体移民海外 脑袋却留在中国 为人处事 与西方价值观 格格不入 毫无包容之心 只要有人转发一个 谈点普世价值 人权或反思文革的文章或视频 他们立马对其发起群攻 好像人家挖了他们家祖坟似的 他们反对的理由只有一个 不许谈政治 北美是言论自由的国家 即使你不同意别人观点 你也无权干涉和限制他人言论自由 如果你们那么不喜欢言论自由 干嘛移民北美呢 这帮人整体教育程度低 素质低 读书少 对西方价值观缺少了解 哪懂这些道理 因为转发一个反思文革体材的视频 大学教授在北美微信群里遭到群殴 Netflix制作的三体 因为开头有段红卫兵批教授的场景 墙内小粉红们好像破防了 硬是说西方敌对势力辱华 实际上文革中的红卫兵比 三体中的红卫兵还要坏上百倍 大家现在非常害怕 三体原作者刘慈欣 会跟莫言一样倒霉 小粉红帮现已成为社会公害 帮派是社会独留 上述三个威胁他人生命 或实施言语霸凌的事件 以及最近邯郸三个初中生 残忍杀害一个同学的案件中 作案人都是借助集体力量 而不是一对一的 因为他们知道 一对一的话 无论文斗还是武斗 都不一定能赢 他们自视人多势众 以强欺弱 共同作案 全然不在乎是否合法 合理 合情 其实 帮派中的每一个单体 内心都很孤独 自身能力不行 业务不行 实力不行 智力不行 必须拉帮结帮 才能一致对外 无是生非 这样才能体现 小帮派群体成员的 归属感和成就感 唐朝明向李德玉 有句名言 正人如松柏 特立而不已 邪人如腾罗 非衣服他物 不能自弃 参天大树 冲云而长 危然挺拔 孤独傲立 必与周围其他树 自然保持很远的距离 互不衣服 正人如松柏 特立而不已 说的是正人君子 走得正 行得端 光明正大 谋事不谋人 正人君子 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 成就一番事业 不会把宝贵的时间 精力用到拉帮结派 结党营私上面 君子光明磊落 心胸坦荡 坚持原则 敢做敢当 敢于当面指责 小人的过错 相信正不压邪 曼腾在石剑树林里生长 软弱无能 而又贪得无厌 于是生出特殊的智慧和本领 或言必攀附 或死暴一团 互捧引泪 腾绕腾结成关系网 团结起来力量大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同流合污 排斥一几 腾群中正气难深 好描不出逃 大树都能被活活铲死 曼腾在抱团的小圈子里 如鱼得水 左右逢圆 邪人如腾锣 非衣服他物 不能自弃 凡是小人拉帮结派 搞小圈子的地方 气味就不对头 正气不足 而邪气有余 走后门 找路子 行马头 拜帮主 小人 谋人不谋事 肯花时间精力去算计人 如何打倒一己 以保自身地位与名利 小人之所以热衷拉帮结派 因为在竞争的社会里 小人无真材实学平 平庸的业务能力 不足以体面的生活 但是小人对于出人头地 飞黄腾达 显得极为急切 成为小人谋取成功的巨大动力 于是 小人之间就必须寻找依托 通过装腔作势 衣服攀圆 拉帮结伙 勾勾搭搭 称兄倒霉 圈子内嘻嘻哈哈 对圈外统一行动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同流合污 排斥一几 一旦某种政治气候来临 例如文化大革命那种的乱世来临 拉帮结帮之人立马得势 打砸抢 迫害好人 又例如 中国微信不让谈论国家大势 为者被封群 封号 那么谁在群里 谁谈政治 谁被群殴 一个正常的社会 松柏一多 慢腾一少 容忍益处 社会才能进步 我在《风林漫谈》第一期里说过 以色列国家人口稀少 但人才极几 建国才几十年 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13个 分布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至少有214人 获得过诺贝尔奖 在美国 哈佛大学出过16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加州百克利大学有过11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芝加哥大学出了10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麻省理工学院有9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斯坦福大学有8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可是 人口数从来都是全球第一的中国 至今 却只有二位诺贝尔奖得主 一位是医学奖获得者 图悠悠 另一位是文学奖获得者 令人惊讶的是 中国同胞们对自己国家仅有的这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非议最多 对他们缺少应有的尊重和尊敬 图悠悠虽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却评不上中国科学院院士 因为那些院士们不投他的票 最近 中国还上演一场闹剧 有个小粉红 名叫吴万征 网名毛星火 要求法院判令下架作家莫言所有的问题书籍 罗列了莫言的十大罪状 指控莫言这些书籍侵害了革命英雄和烈士 并要求莫言向全国人民道歉 最后还要求莫言赔偿每个中国人 一元名誉损失费 共计15亿元 令人惋惜的是 中国官方迄今没人出来 为莫言说句公道话 任由小粉红们胡闹 任何一个对世界科技创新和文明发展 有重要贡献的民族 必须具有如下特点 一 学人长处 二 容人益处 三 帮人难处 当下中国人恰恰缺这三点 尤其是不能容人益处 中国社会强调统一思想 统一认识 统一步骤 凡是思想和观点与众不同的人 必是一己 必予除智 这样统一的结果就是 消灭了一切创新的萌芽 达到高度平庸 几年前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 评价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 费曼时说 费曼若生在中国 要么坐牢 要么被人当成神经病患者 因为费曼是一个做事情 与众不同的人 费曼是出生美国的犹太人 24岁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 28岁担任康里尔大学教授 47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曾参与美军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费曼曾被认为是继爱因斯坦之后 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诺贝尔奖得主汉斯 贝特曾论述人才有两种 一种是普通人才 他通过勤奋努力而获得成就 但他的工作换成别人也能完成 另一种是特殊人才或者天才 他做的工作别人都不能做 而且完全无法想象 这种的人 他的想法从来就与别人不同 爱因斯坦和费曼都是这样的天才 爱因斯坦一百年前的相对论的理论推导 现在世界上99.99%的人不懂 要爱因斯坦的想法与普罗大众一样 世界科学和文明如何才能进步 百岁老人杨振宁对中国社会是非常了解的 如果中国连费曼这样著名的物理学家都不能容 那么像德国的弗里德里希威廉 尼采那样的哲学家和希格蒙特 弗洛伊德那样的心理学家 岂不更不能容 中国的科学家 哲学家 思想家和作家 本来就少 一场文革被迫害致死 和被逼自杀的就数以万计 例如 叶启孙 赵九章 姚同斌 谢家荣 老舍等 而批斗和迫害这些大学者的 都是些没知识 少教育的底层混混 追究其深层的原因 无外就是 中国社会的平庸大众 容不得别人比他强 思想比他先进 知识比他丰富 杰出学者 一旦误入平庸大众的圈子 只能虎落平阳被犬弃 感谢您观看本期《风铃漫谈》 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按钮 并开启通知 支持我们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